BNT幼兒疫苗週六開始施打 家長要把握下週開學前 讓孩子打好打滿 因為BA.5疫情高峰要來了 指揮中心證實下週二或三 單日恐衝破三萬例 專家認為十歲以下小孩 是高危險群 現在小朋友他的這個疫苗 覆蓋率是比較低的 然後這個BA.5的傳播速度很快 所以我想就是說 再來就是小朋友裡面的確診率 目前也沒有像成人這麼高 所以這幾個因素加起來的話 可能這個小朋友預期 會比較多受到感染 那高峰來講一般是前一波的 大概一半左右 所以前一波我們大概是八九萬的話 可能大概我們最多 就大概四萬五或五萬之間 BA.4 BA.5和BA.1 BA.2相比 傳播速度更快 擅長躲避疫苗和加強劑 免疫脫逃能力強 而且傳染力高出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孩童一旦感染 會出現疲倦無力 咳嗽發燒症狀 指揮中心就提醒 曾確診超過三個月 小朋友會打完兩劑疫苗者 重複感染更高 接種疫苗如果接種是第一代的武漢病毒株的疫苗 你對於這個BA.5的保護效果是大打折扣的 也就是說你的保護效益會降得很低 那可能你不會重症 可是你的呼吸他還是會有很多病毒 國內中重症再爆百例 目前青少年和兒童最怕 MISC重症目前耗發學齡前和小學兒童 但看看疫苗覆蓋率 六歲到十一歲孩童 第一劑僅有百分之十九點二 十二歲到十七歲 完成兩劑也不到一半 但倒是年長者完成注射兩劑覆蓋率 都有七八成 BNT打過兩劑的人 可以下降百分之九十一的MISC 我們要注意的是有些人 他的這個疫苗失效的時間非常快 就是一些 這個比較容易產生重症的族群 包括這個協同產生MISC的這些族群 所以新的疫苗世代 在新的世代疫苗進來的時候 其實也可以考慮把這些剛才 我們考慮到的最優先的 高危險族群來做世代 染疫過的保護力 僅等於打半次疫苗 加上未來全部感染特性 家中只要有成年人感染病毒 再傳給小孩 一旦開學就會加快傳播速度 小學他們有時候課後服務 活動是混班的 在老師是跳班的 而且小朋友下課以後 也不一定只跟同一班的小朋友玩 可能會跟隔壁班的玩 所以學校的傳播變成一個非常快速 有效率的場合 專家建議學校只能減緩疫情 無法完全阻斷 許如同除了打好疫苗 避免重症 校方也要定期主動加強快篩 要知道說這個快篩一旦到這個人群去做的時候 他的尾陰性就會大幅增加 所以說如果這個同一個班級裡面 小朋友有症狀 但快篩陰的時候 還是要讓他去救醫 開學季碰上畢業點五 疫情高峰 重複橄欖潮 來勢洶 怎麼讓自家寶貝 避開這波全不危險期 家長們可不能心存僥幸 今夕無焰影學校安 前面播到